微信小程序和支付宝小程序已经测试完了 下面呢看一下QQ小程序和IOS模拟器 其实呢在H5微信和支付宝上面如果跑通的话 那么在其他平台其实问题都不会太大 那现在QQ小程序和IOS模拟器呢 我们全都去正常的运行一下 看一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我们呢先来看一看QQ小程序 然后我们直接运行 运行之后点击QQ开发者工具 QQ开发者工具起来之后 同样的我们需要去新建一个项目 我们要手动的去添加我们的项目目录 点击项目目录 在MPEG下面找到MPQQ 然后Select 在APPID这里呢 我们可以点一个测试的小程序 然后点击确定 完事之后我们点击后面这个小程序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QQ小程序的开发者工具里面了 首先看首页 其实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 导航栏呢也是正常显示的 下面的Table呢也是正常显示 我们点击去给它添加几个标签 我们点击完成 更新成功之后呢 回到首页里面 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内容呢都已经正常去显示了 然后我们去切换一下 切换呢我们也可以正常的去切换 点击全部 我们刷新一下 可以加载呢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去收藏几篇文章 文章收藏也没有问题 然后点击关注 关注文章跟关注作者都是正常的 然后回到详情里面 我们去看一看详情 详情啊解析也是正常的 发布一条评论 点击发布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收藏呢 点赞 我们全都试一下 那没有问题 回到首页 我们点击最后我的 我的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文章 正常显示 然后呢看一下意见反馈 我们可以去给他添加几张图片 我们选择两张图片 Open 输入一点意见 然后提交反馈意见 成功之后呢 会返回到我的个人中心 这就是在QQ上面的表现 现在我们所有的小程序呢 都已经兼容完成了 最后剩下两个 一个是百度 一个是字节跳动 这两个呢 我们最开始也说过了 因为我们目前 在我的电脑上面 两个开发者工具 无法使用 所以等后续 我们有需要的话 我会补充上 这两节的内容 最后呢 就差一个iOS模拟器了 如果说使用 Windows的同学呢 你可能电脑里面 没有iOS模拟器 那么呢 你使用安卓 真机 或者iOS真机 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的结果呢 其实最终都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以iOS模拟器为例 然后我们去看一眼 我们点击运行iOS模拟器 我们等待模拟器 包括我们的真机 它会安装一个机座 机座完成之后呢 会打开模拟器 现在我们使用的是 一个iPhoneX的iOS模拟器 那么它在上面的表现呢 跟我们真机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全都点一点 看一下我们的内容呢 可以正常的去加载 然后左右去切换 也是没有问题的 左右切换 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点击标签 这里呢 我们可以对它去 进行一个编辑 点击完成 我们这里呢 就会有更新 然后关注这里呢 也是正常显示 然后左右呢 可以去切换文章作者 最后是我的 我们有一个我的文章 还有一个意见反馈 意见反馈 可以去给它 添加一些手机里面的图片 我们给它勾选 五个 其实我们是限制了 它的最大次数的 这个时候我们去勾选 第六章的话 我们是勾选不了的 我们选择完成 这里呢 就可以看到五张图片 去给它输入一点内容 Test 我们提交反馈意见 这个时候就会上传我们的图片 提交完成之后呢 返回到个人中心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在iOS 真机或者安卓 模拟器真机上面呢 其实最终的表现 都应该会差不多 没有什么明显的错误 因为我们的整体项目嘛 它本身就不是特别复杂的一个项目 出现不一样的地方 可能就是在某一个平台上 它的样式呢 会稍微有一些区别 我们去通过条件编译 去整理一下这方面的样式 我们的项目就可以全平台的去进行兼容了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整个项目 包括我们各个平台的兼容 我们就已经讲完了 如果同学们对项目开发中呢 有什么疑问 或者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我们课程的问答里面 或者QQ群里面呢 去找我 我会帮助大家呢 去解决这些问题 请不吝点赞订阅